好,现场打一下 有同学可能会问说,怎么不在家事先写好 因为这个就是现场写才吵 这可以让你知道这个task到底有多么的简单 这个字会不会太大,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有人就觉得说这个deep learning听起来这么潮的东西 它应该非常非常的复杂,应该非常难使做 那其实不会,现在的task的framework都非常的方便 我觉得它就像是二相模一样,随手拿出来就可以给别人降维打击 没有人知道二相模是什么算了 这个就是随手就可以拿出来的东西 好,那你要input一些东西,这个你就自己回去input一下 那你可能需要,这边先写了一个loadData function 这个内部的细节你就不用管了 那我们就先call一下这个loadData的function 把Data load一下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手写数字辨识 好,loadData 好,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X-chain跟Y-chain 它们是call tensorflow,你看到它这个有说using tensorflow被end 好,我们来看一下X-chain长什么样子 我们打X-chain.shape 好,那这告诉我们说X-chain是一个二维的降量 它的第一个维度是1万 那第二个维度的dimension是784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的training data总共1万笔 每笔它是由一个784维的vector所表示的 那我们来把第一个vector拿出来看 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个很长的vector 有784维的vector 那在这个vector里面多数的值都是0 那有少部分的值你会发现说它是介于0到1之间 那这些介于0到1之间的值就代表说现在这个pixel它有没有被涂黑 涂的最黑就是1 所以这边这个数值代表说那个pixel的颜色有多深 其实你很难从这个vector里面就看出说它是哪一个数字 好像很难看出它是哪一个数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label才会知道它是哪一个数字 好,来看一下label 好,label一样第一个dimension是1万尾,第二个dimension是10尾 那我们把第一笔data它的label拿出来看看 你看第一笔data它的label是 它总共有10尾 那你会发现说多数的数字是0 只有某一个维度的数字是1 只有某一个维度的数字是1 那你这边算一下它是从0开始算的 这是第一个dimension 这个就对应到0 0,1,2,3,4,5 对应到5的那个维度是1 意味着说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串数字 其实代表一个数字5 虽然你很难人眼看出来说它是什么 不过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迅说刚才那一个vector 它对应的就是数字5 好,接下来就是实际的来写一下了 那其实呢非常非常的快 现场描写 好,其实现在是有录影的啦 Bandycam免费版只能够录10分钟 刚才已经过5分钟还要5分钟 再把它写完 诶,好,网络有点卡 好,inputdimension是28x28 然后unit等于 那就胡乱设个值啊,633 好,就挑一个你喜欢的那个activation function 比如说sigmoid 好,行 好,然后再加一层 好,然后第二层就不用再给它inputdimension 就是说看unit你要设什么 比如说也是633 然后act 如果我有拼错的话记得告诉我 这样子 sigmoid 好 然后呢 再加 再加一层 也是633 这样,好 然后最后一个output layer呢 我们就 一定要是实围 弄别的它不会给你过的 一定只能有10个unit activation function 请你选别的也行 不过我们就 用传统方法选softmax 好 这样内卧就建完了 再来就是下config model.compile 然后我们选一个loss function 那选什么好呢 我们就选min2 arrow 你可能问说 为什么选min2 arrow呢 因为它数字最短 它打起来最快 这样子 optimizer 就sgd 我们都学过sgd了 然后要设一下 sgd这边指的就是gradient descent 啊,呃,learning rate设0.1 learning rate你是要手调一下的 然后接下来 matrix 好 compile也完了 然后再来就是劝它 fit这样 非常快 然后 然后有另外两个flag要下 这个在那个video里面 有说明 什么 我们有说明什么是batch size 什么是epox 好,下20好了 好 最后 然后下完这一行以后 你就可以假设你的model已经train完 到目前为止才过了1分半而已 这样子 好,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把 拿model来做evaluate 看它做的怎么样 好,我们就是把testing data拿出来 其实fit function里面你也可以call 你也可以放validation set 它可以自动帮你做 它可以自动帮你做validation 你只要你再查一下实际上什么用就可以了 好 好,把输出导出来 然后印一下输出 好 好,这样我就写完了 写完了 花不到两分钟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实际执行一下 好 诶,可能会问说 听说做deep learning要GPU GPU在哪里呢 你会不会不要管那么多 这样,tensorflow会帮你处理这个问题 好,就train很快这样 诶 哇 好好好 好,我知道为什么了 这边怎么会打成score呢 太羞愧了 好,resolve 好 好 好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正确率多少 在testing session 正确率是 11% 这样 因为是手写数字辨识啊 所以 random猜也应该有10% 感觉不太行 怎么办呢 怎么办 这时候就开始焦躁了 调一下参数 哦 知道了 一定是633不吉利 这样 改参689 这样 胡乱改 乱改 好,再train一次 其实train这个还蛮快的啦 不过那是因为是用手写数字辨识 如果是别的corpus的话 train一次 一天就过去了 或三天就过去了 就交道到不行了 诶,好一点是吗 好一点是吗 好一点是吗 好,那我接下来 我再觉得说 好 你知道deep learning就是要很deep 这样子 刚才你们才三成就不够deep 说破回圈加10成 Keras是可以call破回圈的 哦 10成 哦,你说时间快到了是吗 诶 诶 诶 哎呀,结果还是10%这样子 然后你就开始焦躁不安 你可能会这样子 就是你了 老师告诉你说 听说dip的那些很潮,回去还不快给我做个application出来 而且Keras又这么简单,回去还不给我写个十个罚合 然后你train一次三天就过去了,再train一次又三天就过去了 然后把它改成很dip,三天又过去了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你就发现说,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出来 然后最后,参数就调来调去,然后就发现说,怎么做都做不起来 然后最后你就只好从入门到放弃 所以很多人会担心说,人工智慧会不会统治世界啊,或取代人类啊 我觉得在问这个问题之前,你要不要先把很简单的test做好 而且你都做过作业仪了,我想你做作业仪后 你一定不会有这种人工智慧会不会统治这个世界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连Linear Regression你都做不起来呢 好,所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没有做起来的 然后到底要怎么把它做起来呢,就是请看那个线上的录影 会告诉你说Deep Learning有什么样的Tip 当你做不起来的时候,在放弃之前,有什么事情是你可以做的 好,我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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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